地方點進去要能夠跳過去啊 那必須裝在手機裡面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就是說第一個先修正 比如說我這邊是產生一個專一個一個網站這個網站裡面呢舊的 原來舊的那個你把它做更新更新之後就貼上那個我們修正檔之後啊 那確定OK沒問題之後 再來 一樣把它放在雲端 就是說放在那個 這前面跟各位講過這個網站這個網站的話 就是可以把我們的那個APK檔產生 他的網址應該還記得吧 bill.phonegap.com 那比如說因為他免費的只能產生一個 一個免費的網站 所以你要產生第二個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先刪除 那刪除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點他setting 底下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Delease this app按確定 好 那確定之後的話 記得 再把它重整 重整一下 你問有沒有重整好就按這個 這個upload 一個zip檔 會有產生問題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網站也改版了 哪裡改版了 有沒有本來好像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本來只有 本來只有upload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 他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那個什麼 poor 什麼 點 git git OK 也就是說他這個 這個網站除了支援那個 Adobe ID之外 他還有支援一個叫什麼 gip gip hub 這個 的一個賬號 不知道各位登錄的時候有沒有有沒有印象 就我要先登出 如果我要登出有沒有 登出的時候你會發現 一進來的時候呢 他會 有一個 有沒有 sign in 的時候 他會出現有兩個選項 一個你用Adobe ID 或者用一個什麼 就是gip hub的一個賬號 那其實這個github賬號 越來越重要了 有這個賬號請舉下手 有沒有 沒有 那表示你們對於那個開發 還不能稱為一個合格的開發人員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沒有聽過啊或者你上號 沒有賬號的話 基本上 沒有賬號